大家好,今天是11月23日 回到明寶布商买新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看看黄金和白银 我们看到金轻微回回来 在11月15日 最高做到1786元 然后你见到它慢慢开始反复偏远 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因为美元 第一,美元反弹 而令到黄金向下 再加上股市普遍做得好 避险情绪降温 亦是会有机会令到黄金偏远 在技术面上 其实黄金是由11月开始 最低做到1616元 抽回到1786元 现在跌穿10天线之后 今个礼拜暂时来说 都仍然叫做偏远 但是技术面上 黄金就 冲破了上来 就不可以完全看死 相反 看看它会不会有机会 回到相对的低位 例如去100天线 20天线 这些水平 可以尝试 Bion Deep 纯粹博它这一阵反弹 它整体上都是跌的 但是这阵反弹 是未完结 代表着 美元仍然会有机会 继续跌下去的情况之下 而令到黄金可以上到 最理想买入价的 等它回回来 下面的支持位 大概1711 1709 接近1700边 用100元 预计都是 守住在1700 冲破1800 就在这里上落市 暂时来说 这100元上落 看看会不会 回低一些 让我们可以上到车 下来这些低位 只要美元是回落的话 黄金是有权上回去的 就是这样 至于银是怎样的呢 银反复偏远 冲不穿200天 250天 但是它又没有大跌 你看到银没有大跌 仍然是守住了 在20天moving average 甚至乎我们看看周线 你看到它是回 但是它10个week又未穿 整体上 会不会是同样 像黄金那样 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回套 当回套完之后可以慢慢上回去 那眼睛就不一样的 如果要做 最好等一只银 银落到来 就算真的看错 亏都不多 下回100天 我们可以举手投降 温薯果它下不到100天 我们仍然都会有机会 回跳下来 下一步看它上回200天 250天这个阻力 基本上你预计它应该是1700 1800上落市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